动物精灵的领地 经常了世上最热烈的 现在可以开到可可西里的自然保护区 现在是晚上的8点25分 可以看到三头依然有一个夕阳西向 白雪崖的可可西里 它是一岁重的最大的高度的亚厕 它是一场的大陆期的大陆夺 在北京央西北写的ga头 它是由于坚墙和养的坚墙 它是一个地方的两岁 但它是到达高居的高度 有补的阁锋 之后它是绿色的冰箭 这里是沂莱丽的坚写 它是绿色的破管之亚 它是免得的的 narice 幼稚人生物 你会不会感到的 发生时不得感到重点 在洲里面 Local dedicated gangs,Tibetan antelopes,wild asses,white-lived deers and brown bears The very recent military application is of less urban interruption and most parts of the region still remain their natural settings Dear passengers and friends,you can be lucky enough to see Some Tibetan antelopes feeding on grass and drinking a river Let's enjoy the highest peace bestowed by the nature Never can invite their colonies Let the lovely antelopes enjoy their leisure time 現在已經是完成了 啊 可是還在用電腦嗎 先回洗澡 然後寫報告 這是上坡 下坡 各位旅客 2019年11月11日 當29期奧连會季祥文發布的時候 一個心靈而活潑的季祥文 福華營定應付人們的風景 它的原型就是近幾年來被受世人關注的 我國真希野生動物 藏綿羊 藏綿羊是高海大生存 最神功的很種種類 也是青藏高年的特有物種 20世紀初 藏綿羊的數量有百萬之種 他们大群大群的在原地上奔跑 孤天待地令人惊叹 不过世界上见过这种动物的人 位数很少 到目前为止 唯有一个国家的动物人或养殖场 能够饲养藏猫羊 藏铃羊又叫长江羊 是青藏高原刻有的珍贵稀有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云内都称呼着国际贸易中 被列入浮沫衣 在全世界范围内也不得禁止贸易 藏铃羊是活在海拔 4100-5500米之间的高盘草原 草变离岸 主要以河本科 苏草科和绿茹抛熟的植物为食 成年的藏铃羊有万人多高50公斤左右 熊藏铃羊长着一对漂亮挺拔的长脚 它们非常对缠 从侧面看甚至会让人不以为是一只脚 所以又曾被称为独角兽 当然在可可西里确实也有独角的藏铃羊 藏铃羊尚跑 跑起来十分脚筋迅速 分好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千米 就连任身临产的藏铃羊都不离拜 可以以每小时70千米的速度奔跑 这是它防御天地的最有效方法 听藏夫老者说 藏铃羊在奔跑时 后腹贴侧的两个空打柜充满空气 使它身体勤勉 减少能量消耗 每年四月份开始 分布在各地的怀胎磁藏铃羊 开始逐渐的其中 古道入月份有四面八方 像可可西里卓乃铺 太阳铺 西津乌铺等一千级 由于卓乃铺为主要目的 各位旅客 藏铃羊被选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目 这将使全世界人民都认识藏铃羊 热爱藏铃羊 也将有效地发动更多的力量 参与保护藏铃羊 保护生态 这正是我们的心愿 相信在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动力下 藏铃羊的保护工作将收到更大的成效 旅客朋友们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 雪域经理藏铃羊 这次的专题节目 我送完了 谢谢收听 十分钟 不能归的 阮型 哪儿 能归的 能归的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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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